黄色吊车在阵阵细雨中 把黑色轿车从人心道上高高吊起 还不停旋转 画面中轿车的车头变形 引擎盖隆起 前挡风玻璃破碎 插进驾驶座 甚至连轮框都受损 吊车花了好一番功夫 才把黑色轿车放到车斗上 一位游行驾驶喝完酒后开车上路 经过数人二阶与建新路口时 疑似不生久利加上车速过快 导致车辆直接冲进建新公园 撞到告示牌后 在后方草坪翻了过去 驾驶与同行友人均无大碍 经济市场实施酒册 尤其男子酒册值已超过标准 回到市湖现场 整根告示牌被连根拔起 可见当下撞击力道之大 周围也已经放上交通锥 和封锁线防止民众靠近 驾驶酒册值高达0.74 全案一公共危险罪 将酒罪驾驶移送法办 记者刘志展张志仁桃原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